他来了他来了 本场比赛的悬念 而能够让勇士轻松拿下本场比赛胜利的 依旧是本赛季的联盟德分王司弟分库里 本场比赛库里出战31分21秒 轰下了34分四篮板七助攻一抢断 其中投篮21投11中 命中率达到了52.4% 三分线外13投6中 命中率达到了46.2% 罚球7投6中 正负值为全场最高的正24 除此之外 维京斯常规操作 拿下18分七篮板 格陵九篮板九助攻 穆尔德莫杰发力 单截轰下17分 帮助勇士在莫杰 捍卫本场比赛胜利 值得一提的是 赢下本场比赛之后 勇士在近期已经四战三胜 而库里的状态更是火热 在最近的无场比赛中 他全部拿下30加延续了 四月疯狂的表现 库里场均可以砍下 35.8分5.6篮板 6助攻的全面数据 第三节比赛 似乎已经成为了 库里的专属爆发时刻 单截轰下15分以上 已经是家常变化 正是库里如此火热的状态 才能够帮助勇士 挺进附加赛之中 目前 勇士已经以 34胜33负的战绩力压 重回西部第八 同时 本场比赛 也是库里职业生涯的 又一座里程碑 本场比赛过后 已经是库里本赛季 第35场 轰下30加数据 在一个球员的 第12个赛季 目前仅有 迈克尔乔丹和科比30加数据高过库里 迈克尔乔丹为44次 而科比布莱恩特为36次 目前勇士打入附加赛的概率 已经达到了99%以上 不得不说 库里一旦保持如此出色的状态 无论是在附加赛中 碰到哪支球队 勇士都有大概率获胜的机会 库里这样的表现 难免会受到一些称赞 同样是对手的利拉德 就对库里的表现大家赞赏 利拉德说到 库里已经是历史上 仅次于魔术师的空位 而在美国名嘴史密斯 给出的空位排行榜中 目前库里在现役空位中排名第一 利亚哈登和利拉德等人 的确 反观库里 本赛季超神表现 他的确有资格 得到这样的赞誉 如果能够在本赛季后赛中 证明自己 库里将会成为 现役联盟中 毫无疑问的第一空位 文言小白 and 他走了他走了 右下角点个赞 再走啊老板